我的家 小男就要帮 小双啦啦 起昂昂 落魄青苔街上套 只会心里藏 我们唱风有波浪 奇妙世界就等到前方 抓住心中的阳光 你才会成长 浪格图克图克拉 快乐的伙伴就像我和你一样 落魄青苔街上套 只会心里藏 我们唱风有波浪 奇妙世界就等到前方 抓住心中的阳光 你才会成长 浪格图克图克拉 快乐的伙伴就像我和你一样 看到了吗 这儿就是洛克岛 这里四季如春 物产丰富 而且我们这里的果实 可以四季成熟 也就是说 这就一个 很快又可以长出了一个 你们没有看错 这是一只狼 它和我生活在一个岛上 而且它还是我的仆人 所以啊 你们一定不能小看我 主人 我就是 天下无敌 聪明无比 神勇无双的浪格图 太不像话了 又把房间弄了万七万了 这里本来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岛 可是难免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存在 太不像话了 这两个人呢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几乎天天都要吵架 这位叫米亚猫 刚来这里不久 别小看他哦 他可是这个岛上最聪明的人 他来洛克岛之后 发明了很多新奇的东西 其中一项也是我最最喜欢的 嘿嘿 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吗 那就是 各种口味的胡萝卜 哈哈 正因为他的这项创举 我和米亚猫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 这位气嘟嘟的叫嘟哈熊 他是米亚猫的房客 可是 从第一天他们两个做房客房东开始 米亚猫就后悔了 那是因为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啊 遇上这种房客 想不吵架都难啊 你们一定猜不到 这个嘟哈熊 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 作笑你 作笑你 并且他十分喜欢收藏宝贝 这位客人 我这里有很多宝贝 你看看吧 你的这些东西我早就已经看过了 我看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好 嗯 小朋友 我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想不想要 可是你有钱吗 没有 回家要一去 你要干什么 爸爸 欺负一个小孩子 真是太没有出息了 竟然拿些石头当宝物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大家看到 我杜哈雄又数不尽的奇珍异宝 到时候你们都得求着我买 故事是从一个月圆之夜开始的 别离开我 好感人 这你都哭 我可不相信有什么外星人 可是他们的感情太真实了 你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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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 都是骗人的 世界上哪会有什么外星人 根本就没人见过 你都哭 你 主人 是要下雨了吗 这么大的月亮 怎么会有闪电呢 主人 主人 怎么只闪电不打雷 就是 我的天哪 不会是外星人 如其洛克岛了吗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 近乎说八道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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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没什么闪电而已 你在乱叫什么 外星人 我看你是看电视看傻了 电视说什么你都能信 我就不信真的有外星人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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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主人 没事了吗 你留在这儿 我出去看看 别去了 有外星人在 你想留就留在这里吧 反正我要出去看看 主人 怎么了 主人 那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吧 应该是陨石 刚才的闪光一定是它发出来的 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主人 又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是飞腿 杜瓦熊米呀 猫它们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是这个东西掉下来的吗 我以为会把你们给砸到呢 把你们都砸成肉饼了 哇 外星人 哇 这是宝贝 宝贝啊 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两个家伙 我觉得 这肯定不是一般的陨石 它有点奇怪啊 瞧 它开始变色啦 吝贝的 哈哈哈 啊 啊 起立活啦 活啦啦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们能听懂我的话 以后我再也不看电视了 我叫福奇古里拉克拉奇儿 很高兴见到你们 在学校的都一样 小兔小楼没有羊 呀没有翅膀 有梦想 每天都有新花样 挑战就在你身旁 浪游游难就要帮 浪游游难就要帮 浪游游啦啦 起昂昂 落魄青苔剑上扛 只会心里藏 我们唱歌有波浪 奇妙世界就等到前方 抓住心中的阳光 你才会成长 浪哥图和图和浪 快乐的伙伴就像我和你一样 落魄青苔剑上扛 只会心里藏 我们唱歌有波浪 奇妙世界就等到前方 抓住心中的阳光 你才会成长